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包 欢迎来到我的随机生存第四期 上期我们做好了地狱门 这期要去把地狱的各种方块都瞧瞧看 希望这趟地狱之旅能帮我找到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墨影珍珠什么的 好的,传送过来了 稍微看看周围的环境 嗯,敲点地狱炎看看会掉了什么东西吧 哦,对了,要先回去打桶水 等一下不小心掉到岩浆的话 需要用掉水来熄灭身上的火 诶,诶,什么东西打我 打好水了,回来了 哦,刚刚就是这个恶魂在打我 先把弓箭从自己背包里拿出来 诶,它发射烈焰弹了 先把它烈焰弹打回去 直接用烈焰弹把它杀了吧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掉诶 身上有两个石台阶 不知道是哪来的,把它打掉看看 掉了个骷髅头骨 但是骷髅头骨没用啊 其实可以试一下凋零会掉什么 但是肯定不能在地狱打凋零 因为会把岩浆打得到处都是 不过这个灵魂山又挪不走 所以凋零也打不了 这个地狱人刷一圈之后 掉了两个骨头,不过骨头也没用 这个下界石英矿石掉了羊毛 羊毛可以掉地毯 地毯掉 诶,地毯怎么老是不掉东西啊 诶,下面那个岩浆里是啥 哦,这是猪人 旁边还有岩浆膏 不过岩浆膏我之前打过了 好像没什么好东西 就不下去了 现在去找要塞吧 跑到一半我又回来了 现在这个地狱门这边定个点 我感觉我跑去找要塞 一会儿就找不到这个门了 终于找到要塞了 我,诶,这猎人怎么隔这么远打我 正好我还没打过猎人 我看你会掉什么东西 诶,我旁边怎么有只猪人吓我一跳 差点打到他了 打到他就完蛋了 哇,刚刚那个猎人也什么东西都没掉 我怎么运气这么差呀 什么鬼模式,真的是 诶,我怎么就打不中呢 诶,这个恶狂离我太远了 我打不到他,不跟他打了 看看这个乍然会掉什么东西 诶,怎么掉的是弓箭啊 再去看别的吧 诶,要塞的路口在哪里来着 找不到嘞 我直接挖下去看看吧 嗯,那个什么啊 兄弟们,我作弊了一下 直接传送过来捡装备了 要再重新做第一门再打一套装备 实在花的时间太久了,受不了 不过我还是有点损失的 就是身上原来穿着的装备全都不见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先在这边弄几个铁针抽抽奖好了 OK,做好了两个铁针 抽两个应该就够了 看这个铁针会给我掉什么吧 哇,火焰保护5的钻石护腿 石韵3加效率4的铁球 这个耐久三代铁球,没用,扔了吧 安,安可以留着 铁胸甲,先带着 现在还缺一个铁头盔 直接用钻石合身好了 诶,哦,我身上有个铁头盔,没看见 这不我讲抽的好呀,直接就一套穿上了 现在回药塞里面看有没有可以找的东西吧 诶,对了,我还是先开个死亡不掉落吧 这一身装备丢了,重新做太麻烦了 诶,这边有凋零骷髅 求你了求你了,给点好东西吧 哇,这是什么呀 我捡都不想捡,佛了 诶,这边有地狱油 看地狱油会掉什么 唉,我真是太难了 灵魂杀之前已经打过了,我记得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地狱的宝箱之类的吧 真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翻遍了这个药塞,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猪人也是什么好东西都没掉了 掉了木棍和地图,谁需要这个木棍和地图呀 白来一趟地狱咯,现在回去找找村庄吧 只能看看村庄里能不能获得什么东西了 诶,小事小事,我都已经开了死亡不掉落了 正好可以直接快速回主世界 现在去找找村庄 我看了一下表,我大概花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找这个村庄 这真的是我玩过的运气最倍的一把生存了 先稍微清一下村庄门口的怪 我找了一圈,发现这个村庄没有牧师 是因为它是沙漠的村庄吗 没有牧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不能用我的绿宝石去换墨影珍珠 换不了墨影珍珠我就去不了下界 我好想把这个村民变成牧师啊 但是帮他转值牧师需要制作酿造台 可是做酿造台又需要炼烟棒 我又没有炼烟棒 我感觉我已经陷入了这个模式的死胡同了 这个压根就不适合飞球来玩 建议看到这个视频的各位飞球们不要像我一样尝试 我看别的UP主都有开局直接获得龙蛋 获得钻石块什么的 为什么我就这么惨啊 我本来想直接结束这次生存的 但是评论里有粉丝告诉我 打掠夺兽会获得好东西 于是我又花了好长的时间去找掠夺者哨塔 打败了掠夺者头领 被诅咒触发了不祥之兆 然后打了村庄保卫战 最后在铁归类的协助下 似血反杀了掠夺兽 结果掠夺兽掉了什么你知道吗 铁定,他掉了铁定 不过这一段的素材因为我重新开局忘记录了 就很尴尬 所以用这个打到一半的场景来录个结尾好了 今天视频就这样结束吧 这个随机生存的系列算挑战失败了 等我以后运气好点可能还会重新开一次这个存档 早知道就不做这个了 我真的太飞了 明天应该会发3000倍暴力生存 好了,我是小包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 每天更新哦 拜拜